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节课留的这个问题 这个Tel命令 Tel命令当时说是Tel可以来查看一个文件的内容的动态变化 那么课下有同学说了 这地方有个问题 就是说变化的内容不能是我们自己手动增加的 那的确上课的时候这边是手动添加的 所以呢看不到这个效果 那么除了说我们手动增加内容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去让这个文件才能变化 怎么去变化呢 那么前面有这么个东西 有这个叫输出重定项 那么可以借助输出重定项的这么一个输出的话 我们可以让他把这个内容呢 改变到我们文件里面去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看可能就有变化了 那么这边的话 我同样还是呢先去Tel-F 然后呢 看我们下面的E 这时候卡着不动了吧 不动的话 那么这边呢才开始来 我往里面输出个东西啊 LS 然后呢 杠L 往哪输呢 往我们的Herm里面的根下面的啊 根下面的 Herm 然后呢 1 看结果啊 这时候的话他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个内容不能是我们手动所打开之后 编辑再保存的 这个不行的啊 必须要呢 是系统呢 自己往里面去加的啊 必须系统自己往里面去加的 那么他现在还在等着 那如果说我们再走一次的话 再走一次的话 这时候呢 我们得追加了啊 要不然的话内容就没了 你看不出变化 哎 他又往里面追加了 哎 就是这个效果啊 他是实时读的 实时读的 因为这边呢还在等待啊 这时候呢 如果你有往里面新增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内容就直接出来了 不需要你再次打开了啊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一般用来他 把它用来干嘛呢 对 一般用来看日志 啊 该命令啊 一般呢 用于查看我们系统的日志 哎 比较多 因为系统日志的话 系统每当执行一个操作 或者说执行一个进程之后 他就会自动往这个日志文件里面去 写一条记录 那么这个记录呢 由于是系统写的 不是我们人为写的 所以呢 Tail命令能够在我们不动的时候 他直接把内容做一个输出了 那就这么一个作用啊 主要的话是用他呢 来进行查看日志 但是这个内容呢 肯定是不能是我们用户手动加的 手动加的是不生效的啊 手动加是不生效的 那这也是上一节课啊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和这个现实差异比较大的 这么一个情况 主要是自己手写了 切记切记 不要自己手写 自己手写没有用 行 那么这一块的话 那我把刚才这个Q呢 在这地方补一下啊 在退出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按下Q键 Q键即可啊 行 接着第六个命令啊 往后 那么第六个呢 是WC 第七个命令 WC后面呢 是Data 那么Data这个命令 它也是好认识的 Data指令 它叫日期是吧 哎 日期 但是啊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命令 可以这么说吧 它是我们这里面的 最重要的一个 啊 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是重点的 这一大概已经是重点了 它里面又是重点啊 所以它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提个写 先标个色 什么意思 彩测一下啊 作用 它的作用呢 和它的单词函一样 哎 表示是操作我们时间的 但这个时间呢 它也包含日期啊 也包含日期 表示操作时间和日期的 那这个操作 有哪些操作呢 这个操作的话 主要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读取 另外一个就是设置 啊 我们可以通过 代表命令 来设置我们 当前的这个时间 但是呢 绝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不会 自己设置什么时间 为什么不会自己设置 因为现在呢 我们这个电脑啊 一般都有一个功能 就好比你的手机时间 现在还有没有同学说 手机时间是自己调的呀 没有吧 都是通过网络 自动同步的 那这有个好处就是 会让你的误差最小 因为你自己调 可能缩不准 会有这个偏差啊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现在呢 是15点41 这个时间不对啊 这个时间不对 差多了 那我们可以设置时间 在哪设置呢 在这个地方 有个叫搜选项 搜选项里面有一个 时间设置 时间设置 这里面有一个 设置系统时间 应该是有个同步的啊 有同步吗 应该是有一个同步键的啊 不知道在哪了 就这位置啊 位置 编辑 编辑 那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 我所说的那个呢 是有一个叫 时间服务器的那个概念啊 就是可以让我们去选择那个 对啊 装系统的时候就选择 那现在他不知道跑哪去了 可以去同步 自动去网上同步 所以这个时间呢 就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不需要去手动设置时间 因此呢 我们用这个data的命令呢 主要还是用来做这个 读取的 主要用来读取的 那么除了读取 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 那这个时候 还有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在以后要接触一个 很高级的东西 叫做 菜货像写啥 这样 对 后面我们会接触一个叫 需要指令的这么一个东西 需要脚本 那么需要脚本里面 我们在做一些操作的时候 都会去用到这个时间啊 所以这个时间呢 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的啊 data 那么data呢 它怎么去用呢 语法的话 它的语法有很多种啊 那么第一个语法 我要想输出现在的时间 怎么输出呢 常见的语法 第一个 直接data 也同时说直接data 那么看一下 data 走 2018年3月24号 星期六 15点43 当然这个时间呢 不大准啊 不用管它啊 CST CST呢 这个地方呢 要说一下什么CST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几个啊 一个呢叫 UCT 一个叫 CST 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个 GMT 啊 这几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这几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这个CST 什么意思呢 CST 就是指 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是指中国时间 那在美国 就是指美国时间 其实就是指当地时间 啊 就是当地时间啊 CST 那么前面这个呢好认啊 前面这个呢 就是年月日 哎 然后呢 还有什么十分秒 还有星期几 当然这个格式 是不是以后我们常用的格式 这里面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是 为什么不是 我们比较常用的时间格式呢 不是这样的 是什么样呢 是年月日 空格 十分秒 应该是这种形式 哎 不是这个啊 呃 应该是 是不是这种啊 这种形式比较多吧 一般的电子显示器上 时间不都是这种吗 哎 所以这个时间肯定比我们这个时间 使用的频率要高很多 因此 带他不带参数这种用法 你知道他能输出时间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这么用啊 不这么用 那他呢 输出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啊 输出形式呢 那这边呢 我举个例子啊 像2018年啊 2018年 然后呢 3月 哎 24日 然后呢 星期六啊 星期六 哎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比如说 哎 15点 54分 哎 假设28秒啊 大概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这种用法 以后呢 不怎么采用啊 所以呢 知道就行了啊 第二个语法 第二个语法就是 那假设我想输出 年月日怎么办呢 就是输出我们标准的一个年月日 年 干月 干日 这种形式啊 那么这第二个语法就可以帮助我们了 叫 代 他 加 这个加号不要忘了啊 加 百分号 百分号 P 啊 百分号T 代 代他 代他 加啊 应该是百分号F吧 好像是啊 啊 百分号F 那这地方不是百分号T啊 这地方G的时候容易G差啊 百分号F 那么这地方有空格啊 有空格 你一旦没有空格 会怎么着呢 就变成了一个主体了 这个就不对了啊 所以这个空格必须要加上去 但这个空格呢 在这个我的文档里面显示比较小啊 再加一个空格吧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 加百分号F 那么加百分号F的结果呢 就是输出了年月日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啊 想要的这个效果 当然这个是简写 它还有更加复杂的写法 那更加复杂的写法呢 也去教给大家啊 这个是输出形式 输出的形式呢 就是2018年 杠03杠 24 这就是一个这么个写法 那它还等价于谁呢 还呢 等价于输出 代他空格 这地方开始啊 代他空格 后面呢 我们需要去 最好需要加个引号啊 因为这里面东西比较多 那么是不是首先要输出年呢 年怎么表示呢 百分号Y 那为什么是百分号Y呢 Ear Y E A R Ear 这就表示年了 然后月怎么表示呢 百分号M 叫M O N T H 孟子 月份 那么再然后后面是 百分号D D就是D A Y 倍啊 所以这种形式呢 也是可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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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命令呢 执行看一下啊 这地方最好是来个加号 一样啊 待会一样啊 我们先看看效果啊 加百分号Y杠呢 百分号M杠 百分号D 是吧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形式也是可以的 那有同学提到 说这个大小写 我能不能都小写呢 你试试就知道了 可不可以啊 但是你见过哪个显示器上 这么输出的吗 所以一般我们不这么用啊 大写和小写表示的含义 是不一样的 何况这是年数 你要是大写的M呢 见过48月吗 所以字母的大小写 一定要严格注意 大写的Y表示 整位的四位数年 然后小写的M表示 表示月份 小写的D表示天数 大M和小木标搞混了啊 这是这个写法 这两个是等价的 所以以后呢 如果说我只想输出年元日 那我们建议呢 大家用这种 这个比较简单 你不需要去记YMD 这比较简单 但是YMD要不要记呢 要记 必须要记啊 YMD必须要记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我单独想输出年 那我就用Y了 你就不能用F了 就用Y了 这两个是等价的 如果要输出年月日 这两个随便用 但是如果输出年 那必须还得用Y 这第二语法 那么第三个语法 就是有同学关心的了 我怎么样能输出年月日 十分秒 全输出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代卡一样的 空格 空格 加 百分号F 这个是年嘛 是吧 年和年月日和十分版 是不是面固空格呀 空一下 百分号 刚才说的 T 但是这么输 肯定不能执行 代卡 加 百分号F 空格 百分号T 是吧 他会报错 那有同学说 把空格去了 什么问题 中间没空格了 中间没空格了 看着怪别扭的是吧 所以这个空格 我还想要 还想要 所以这地方呢 有同学说 再加一个是吧 中间加 猜得挺好的 加出来了 这就是加 所以这边我们不这么搞 怎么搞呢 为什么这么样 让他作为一个整体 让他作为一个整体 要不然 代他会认为 这个是我接的第一个选项 这是我接的第二个选项 这就不对了 这就不对了 他俩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时间整体 所以呢 我们需要通过引号 给他引起来 那至于这个引号 单引号 算引号 无所谓 无所谓啊 是不是这个效果 就这个效果 所以这地方的话 需要给他引起来 引一下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东西 我们就没法输出了 单引号 算引号 都是OK的 都可以 行 加号固定的格式 就是如果我们要读取的话 就得用这个加号 要想让他显出来 就得用加号 你如果不写加号 你就不行 能小写吗 我说了大小写 要严格注意 如果能小写 我就小写了 我就不用大写了 引号 引号表示让 表示让 百分之后 T和百分之后 F成为一个整体 让这个年份 年月日 年月日 与十分秒 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整体 这个就是他的作用 现在那么最后的话 输出的格式 就是我们年月日 十分秒这种形式了 输出的形式 也就是2018年 杠 然后呢 03-24 空格 杠 16 冒号 01 冒号 00 大概是这种格式 那么前面 百分之后 F呢 有一个等价余的 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后面这个呢 有没有等价余的操作呢 它也有 它也有 所以这边呢 也需要注意一下 它等价余的这种形式 它同样呢 有一个等价操作 等价余 等价余什么形式呢 等价余 警号开头 前面肯定是一样的 因为上面这个语法2和语法3 前面是不是都一样的呀 所以这边肯定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引号和我们这个引号 也是一个意思啊 也是一个意思 引号引起来 引号引起来 引号引起来之后呢 这边呢 我们加上百分号 Y表示年 然后杠上谁呢 杠上一个百分号M 然后再杠上一个百分号D 那么后面我们是不是想要空格呀 行 空格空开 那么空格空开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十分秒了 那么十呢 表示大写的H表示 H表示HOUR 也就是R 啊我啊我啊我 然后啊我后面就是十有了 十后面是不是个冒号啊 给他个冒号 然后就是分了 分其实刚才有同学提到大写的问题 就是我们试过了 不就是大写的M吗 啊 所以这地方咱们搁上一个大写的M 然后还缺个秒是吧 秒就是secant的 也就是大写的S 对后面的三个全是大写 啊 后面三个全是大写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命令呢 也来执行一下啊 看他呢 可不可以输出 哎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形式 打给他 代他 先引号引起来 加上 刀啊 大写的Y 然后后面是小写的M 杠小写的D 空格 大写的H 冒号 大写的M 冒号 然后大写的S 结束 是不是形式一样的呀 哎 那么这两个形式都可以 只不过呢 这个是简写的 下面这个呢 是用的比较复杂的 这么一个写法 啊 那两种形式都要知道 虽然简写可以 那下面这个呢 也得知道 啊 这是时间的一个获取啊 时间的一个获取 行 这是第三个语法了 那么我们三个语法的话 都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都是获取的是当前时间 看是不是 对吧 都是获取当前时间 对吧 那么我们除了获取当前时间呢 带的函数 带的这个命令啊 它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它可以获取 之前某个时间点的时间 也可以获取以后某个时间点的时间 那有这么一个作用啊 所以后面的话 语法 语法4 语法4 语法4呢 表示 获取 之前 或者之后的某个时间啊 比如说 我想获取一天前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是多少 哎 那怎么去做呢 要想获取一周之后 哎 是什么时间 哎 又怎么做呢 啊 这个呢 就是它的第四个用法啊 啊 那这个呢 一般在什么时候用呢 啊 一般在什么时候用呢 以后呢 我们会接触到一个词啊 一个词 这个词呢 叫 备份 哎 备份 咱前面有讲过备份是吧 Ninux虚拟机的备份吗 还有印象吧 哎 备份呢 以后呢 我们做所有操作时候呢 都需要备份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网站啊 那网站上线之后 我需要对它的数据库 进行定期备份 但这个定期备份 你不可能说我每天备份一次 每天备份一次之后 我就不把一条给删掉了 当你备份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会有个习惯啊 就是大部分公司的这个运维啊 都会把这个数据库备份 一般不会超过30天 也就是我只保留最近30天的 或者保留最近7天的 那么超过这个时间点的 是不是都得把它删掉了呀 要不然是不是占空间呢 对吧 那么删的时候 你是不是得往前推30天 那么怎么推呢 就用这个方法 就用当天时间往前推30天 那这个时间怎么获取吗 就用语法式嘛 就这么一个作用 那这个语法怎么去写 我们先看一下啊 他的一个语法 代他 代他呢 首先呢要往前推啊 那么往前推 怎么推 这个时间挺尴尬的啊 要往前推一天 怎么写 叫减一 减一代 减一代啊 往前推一天嘛 然后呢 这个需要你往前推一天的 那么推一天之后 你想要什么格式呢 你是不是得告诉他呀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紧接这个格式 那这个格式的写法 就类似于这样的 就类似于这样的 把它拿过来就行了啊 就类似于这样的写法 这个的含义就是 表示输出一天前的 这个时间 来我们看看行不行 这个命令给他调出来 调出来呢 前面再给他加个东西 比如说减一代 减一代 然后按一下回车 看一下减一 无效的选项 无效的选项 我这边咱看一下那个啥吧 有一个网站不错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网站 叫man.ninux.net 这里面那东西很详细啊 哦 少了个东西啊 少了一个钢地啊 前面加钢地 看着时间对不对 3月23号 3月23号 然后15点58分 对 昨天的这个时间啊 所以前面这个地方呢 给他加上一个 杠地啊 杠地 杠地呢 是表示获取之前的 或者之后的某个时间点 必须需要带的参数 然后设置好了之后 那如果说我要想获取 一年之前的呢 我们在输入命的时候 还有一个好准的键啊 这个大家键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上下键 看看啊 有什么效果 会把你历史执行过的命令 给他调出来 啊 调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改一下了啊 比如说我输出一年前的 一二 是吧 一七年啊 一七年 所以这个键呢 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除了有之前的 除了有之前的 那你如果说想输之后的呢 哎 输之后的呢 就是把讲号干什么呀 改成家号 一九年啊 一九年三月二十四号啊 这就是一年之后的 那么类似的单位 还有哪些呢 这地方呢 有两个地方 其实可以可以变 其他地方就不需要变了啊 一个就是这个单位要变 还有就是这个 加减符号要变啊 加减符号要变 那么关于符号位置 符号位置呢 有的可选值 符号的可选值 可选值有加号 或者减号啊 或者减号 加呢 表示之前 减号表示 之后啊 减号表示之前啊 加号表示之后 减号呢 表示之前啊 之前的时间 然后呢 关于这个 时间单位这一块呢 单位的可选值 可选值 有很多 那具体有哪些 我们就可以看他上面的写法了啊 代表是天 代表是天 那么代呢 他表示的是天 除了天 还有月 叫M1TH 孟子 孟子 比较月份 那么还有年 Y1A2 年 他叫年 然后还有其他的 还有吗 多年 不用加S 你想加S吗 加S3 试一下 比如说我10年 是不是没错 2018年 你想加个S 你加看看 也没错啊 他兼容性还是挺不错的啊 你要再加个S呢 就不认识了啊 所以他也考虑到这一点了啊 就是不同国家的这个文化可能不一样 有的呢 习惯加S 有的不喜欢加S 所以呢 这地方加不加 无所谓 但是呢 如果你要区分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不区分了 为什么不区分 加11啊 的时候你就不会加S 对不对 那如果你加10的之后 你忘了呢 他也对了 所以你干脆去不要加了 很省事不要加了啊 行 那么常见的单位呢 有这几个可选值 那这个呢 就是Date的他的一个使用啊 然后至于这个表达式这块呢 YMD HMS这些 除了这些之外 上面还有更详细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不建议大家记了 很多东西能用不到的啊 你说判断一个月的第几天 这个东西能用到吗 哎 不一定能到啊 还有月的全称 比如说这个月 哎 我输出这个 间月 表一月 你觉得会用到这个东西吗 啊 这肯定不会用到的啊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不下去记了 大家就把刚才这地方列的这几个 大Y 小M 小D 大H 大M 大S 和大F 以及大T 记住就够了 那一共记了几个呢 八个 并且你会发现 大F和大T 这里面没有 这里面没有啊 就是这个手册里面 它没有大F和大T 有吗 你能找到吗 在哪 在这 那大F呢 大M 往上 大F 大F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的啊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只需要去记住这八个就够了 这个工作量呢 要少很多啊 一共是四个语法 一共是四个语法 四个语法 第一个呢 这是最简单的 不需要去记什么东西 只要记住命令就行了 啊 然后大F FFT 后面呢 就是这六个啊 那每个所要表达的含义 不一样啊 那这一块呢 我再给大家把它列一下 那么大F 表示 哎 表示完整的年月日啊 然后呢 大T 大T 表示完整的十分秒啊 十分秒 然后大Y 大Y表示四位年份啊 这个以后是不是四位呢 不知道 反正咱活不到那时候啊 反正9999已经够了啊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大小M啊 小M 目标小 你能活到下一个认真月就不错了 下个认真月是 对 2200多年 反正是等不到了 认真月会放两个年价啊 2%M呢 表示 真的是 两位的一个月份 注意这个月份啊 月份是带零的 月份是带零的 我们刚才数据是不是带零的呀 啊 所以月份带零的啊 它是带这个 我们称之为叫前导 前导零 是带这个前导零的 就是前面带个零的 然后后面呢 还有就是 D啊 小写D 表示的是 日期吧 叫日期 它呢也是带这个前导零的 带前导零的 然后后面的话是 然后后面的话是 百分号 H H呢 表示小时 表示小时 它呢 同样也是带这个前导零的 带前导零 然后还有百分号 M 表示分钟 表示分钟 前导零 待会再说一下啊 带前导零 那么前导零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有的有的这个时间呢 它可能就会显示 比如说2018年 -3-24 然后还有呢 就是2018年 -03-24 那么这两个相比较而言 就是下面这个零 这个零 我们就称之为叫前导零 这个是不带的 那大家回想一下 你自己见过的时间 是带零的多 还是不带零的多 对 带零的多 所以我们这边呢 我们只需要记这个 带前导零的就行了 带前导零的就不用记了 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这个 搞这个计算机的 都喜欢写带零的 所以我们这边呢 我们只记带零的 不带呢 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个百分号 S 大写的S 大写的S 表示的是秒数 表示的秒数 秒数呢 它同样也是带这个前导零的 带前导零的 那如果你非得想看 不带前导零的 那可以啊 那这里面有 这里面有 你比如说 这个 它就不带零 1到12嘛 不带零 哎 然后呢 K呢 也是不带零 K就等于 相当于是这个大写的H 但是一个带零 一个不带零 那这些的话 你如果都要记的话 那我们这里面这个东西 就又翻了一倍了啊 所以就不要记了 就记这六个 就够了 就可以了啊 后面的六个呢 是挨个挨个的 前面这两个呢 是整体啊 一共是八个 一共是八个 好 这个是时间啊 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还没到呢啊 第八个叫CL指令 你为什么不说它是计算器呢 那么刚才不有个CLC吗 为什么不说它计算器呢 说它是力呢 行啊 的确啊 这个CL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 是用来操作 操作日历的 用来操作日历的 语法呢 语法就比较多了啊 那就看我们怎么去用了 那么先去直接输出一个CL 看看怎么效果啊 先把它全删了 全删掉 CL 走 很智能吧 在命令行里面 画出了一个日历啊 并且呢 还有个背景色啊 直到今天24号 哎 这个呢 就是一个当前的 当月份的一个日历啊 所以第一个语法就是 警号CL 警号CL 它表示的含义是 直接输出 哎 输出当前月份的日历 直接输出当前月份的日历 嗯 嗯 它还等价于另外一个命令 等价于 警号CL 杠一 就是减一 等价于这个命令 大家可以试一下 CL 杠一 杠一就是一个月份的日历啊 一个月不就当月吗 那就杠一啊 哎 然后还有一个语法呢 那就是和杠一语法有点像的 语法二 语法二 叫警号CL 减 啊 不是减啊 杠啊 杠三 那一表示输出一个月 一个月就当前月 那杠三呢 它表示输出上一个月 加本月 加下个月的日历 哎 这个含义啊 试一下 杠三 三 走 2018年三月份 在中间吗 二月份 哎 在前面 四月份 在后面啊 这个呢 三个月的日历 哎 那能不能输出一年的日历呢 12啊 这个想的很好啊 咱试一下啊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他不认识 他认识一 他不认识二 所以呢 12这个是不孝的啊 那怎么办 后面呢 我们想输出这个一年的话 很简单啊 怎么输 CAL 杠 Y 杠Y就表示年份 后面加上你想输的那一年 比如说2018年 哎 是不是整出来了呀 哎 就都出来了啊 那我们今天的日新呢 在这 嗯 这个日历还是可以的啊 哎 第三个输出某一年的日历 请号 CAL 杠Y Y呢 就表示一样啊 然后空格 加上年份啊 它的含义就表示啊 输出某一年份的 啊 某一个年份的 日历 嗯 好 这是第三个语法 那么其实CAL命令呢 我们会这三个语法就够了 后面还有两个命令 了解一下啊 不需要去记 那么另外两个语法 大家看一下行啊 那么这里面我就不去写啊 因为一写的话 大家就去看了 看我这个演示一下就可以了 一个呢 CAL 杠S 那么在输杠S之前 我们先看看这个不带杠S的 那么再加个杠S 比较一下 有区别吗 多什么吗 速度结果没多什么呀 没没变吧 哎 还有一个 那说明是不是它默认值就是杠S呀 再比较一下 哪面了 前面注意这个头啊 日123456 后面变成了 这个笑的 就是把这个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从周日改成了周一 因为各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习惯不一样 有的国家的一周的第一天是周一 有的国家的一个周的第一天是周日 习惯不一样 所以显示可以控制 但它默认值呢 是S 这个S其实默认的 就是日历呢 默认是从周日开始显示的 如果你非得想从周一开始显示 那就来个-M 啊 那比如说 哎 我来个-M 然后呢 我又出这个月年份啊 我输出一个2018年 那么你会发现 整个2018年的日历 每个月份的每一个周 都是从周一开始给你排的 所以M和S呢 就这个作用啊 用处大不大呢 不大啊 所以呢 不需要去记得啊 看一下 知道有这个参数就行了 那么稍微用的好一点 就是这三个啊 这三个可能 还可以啊 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这个呢 是日历的啊 参数 那么CAL 它的全称叫Calendar Calendar就是日历的含义啊 CAL起了个缩写啊 是用来操作日历的 那么这两个命令的话 CAL和Date呢 都是和我们这个时间啊 有一点点关系的啊 都是跟时间相关的 是呃 啊